有民众日前用外送品牌叫郭貼 卻經見餐盒有蟲快嚇壞了 向客服投訴 業者隔天帶著紅包燈門道歉 那麼當事人也向衛生局申訴 但已經超過24小時 衛生局表示難以處理 但是會幫忙入案 不過奇怪的是 當事人又說要撤案 對此業者表示 烹煮的溫度超過攝氏140度 不可能有活體存活 衛生局5號也前往稽查 沒有看到有病沒出現 但是有部分衛生缺失 也已經通知業者要限期改善 打開餐盒想用美味鍋貼 但吃到一半怎麼怪怪的 蓋子上好像有東西在動 仔細看竟然是好幾隻蟲 還不知道剛才有沒有吃下肚 讓民眾實在快下懷 有民眾在臉書上發文 表示日前用外送平台叫鍋貼來吃 卻經見有蟲 當天下午肚子痛全身癢 急衝去看醫生 之後向客服反應 毒導和店長代理盒 兩千元紅包登門道歉 但無法做主賠償 當事人一號向衛生局申訴 但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 衛生局難以處理 不過奇怪的是 當事人投訴後又說要撤案 他們是有打造警察科的單位 去有說相關事宜 那我們有協助他做錄案 但是後來他自己又說他要宣布錄案 那原則上餐區設備的儲存 沒有看到所有品質出 不過有部分的衛生缺失 例如說人員沒有配戴帽子 或者是說他的食材沒有做遮蔽 這部分我們請他先進改善 對此業者表示烹煮溫度超過攝氏140度 不可能有活體存活 衛生局五號也前往稽查 也沒有看到病煤出現 但未來將會不定期稽查 若違反規定最高可罰兩億元罰還 要為民眾做最後把關 機長文英 楊文豪台北報導 什麼事 都不助理 可能會不及 statewide これで要發生了